我們剛才講的 今天中國說 我要懲罰你台灣 因為你賴清德居然在你的就職演說裡面 居然講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你的台獨意味太濃厚了 我要懲罰你 懲罰你以後就會有第二波的 134項官惠優惠的宗旨 可是好像怎麼 在台灣沒有產生任何聯誼呢 保健如果賴清德總統 他在這個就職演說說的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是台獨 政治上的台獨的話 那我說中國現在在推動的是 經濟上的台獨 你不要嚇我 是由中國自己在推動的 你說現在中國逼台灣在經濟台獨 對 沒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為什麼 你看今天早上的時候大家在想 哇 中國公布了第二波的 這個所謂ECFA 中止讓這個 我讓你關稅的這個所謂減免 我把它中止掉 第二波 去年有12項的實化產品 今年第二波的話 有134項產品 哇 洋洋傻傻 從12項一下增到134項 對 非常多 他就說 欸 我要嚇你 你看 文攻武嚇都來了 然後後來說 人民幣我也不給你 我嚇人 你台灣一定會嚇著這個屁股尿流 結果呢 豪姐今天根本沒有人在討論這個議題 沒人討論 好 我們就講 他今天講的是什麼 他今天講的是石化產業對不對 就知道今天石化產業根本毫無影響啊 這個連沒有暴跌包 連紡織也沒有任何影響 連這個所謂化學產品都沒有任何影響 那台瘦話說 那跟我們一點 大家影響都不大 連台瘦話都說沒有影響 影響真的很有限 那中國現在想什麼 欸 後續還有非常多ECFA的東西 現在他們就說 下一步我們就要終止 所有的ECFA的這個產品 保證 ECFA所有的產品來說 牽涉的整個台灣的總金額是 150億美金 那大概占台灣出口了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出口越來越不一樣 都出到美國啊 什麼一大堆 現在真的出口的比例已經降到3%了 所以3% 如果你真的把它完全終止掉的時候 我跟你講 對台灣是示範性意味大 但是影響是相當相當小 所以對股市來說 為什麼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答案已經完全走出不一樣的這個路了 所以你說 你是把台灣逼著離你越來越遠 對 搞一個經濟台獨 對 我就說賴清德推動這個 或許他在推動政治台獨 但是你中國你這樣做會推動台灣的經濟獨立 會完全離開中國的一個狀況 好 是啊 你說 如果今天中國做這個動作 你找個兩年 找個三年 台灣還會插個皮皮串 跟你現在完全十一試轉了 因為台灣的整個中心 世界的中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台灣在全世界的地位也是非無下阿蒙 對 昨天的這一場的一個參會 剛剛講的華碩 和碩 廣達 鴻海 技嘉 和碩 這些的這個機會 對 講的 代表台灣真正的未來 代表台灣真正的實力 代表台灣的軍火庫 更可怕的是 他也是美國的軍火庫 對 沒錯 我們講 事實上這幾天 黃仁勳來台灣的時候 他當然找了非常多人 他每次都是展現他的這個武力 給大家看 像昨天這一場這個參會裡面 華碩 和碩 然後包括說像這個廣達 鴻海 然後技嘉 還有包括說像偉創東等 所有的高管都全部出去 那出去的時候他做什麼呢 黃仁勳說什麼 他認為說AI未來 台灣一定是AI的這個中心 他會一直投資台灣 他同時說什麼 他說台灣就是揮打的一部分 揮打也是台灣的一部分 他自己他親口講的 想這麼做 對 也就是說 他會大舉的投資台灣